总理李克强12号上午呈专机离京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在联合早报发表署名文章 表示希望中心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共同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 李克强发表题为开放合作创新发展明天会更好的署名文章 他表示中心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稳步前行 希望通过此行可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更上一层楼 李克强指出开放成就了中国和新加坡各自的发展 面对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带来的挑战 中心两国应当携手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共同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 李克强表示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历程 也是中心务实合作不断升级的过程 互利共赢贯穿了中心合作的始终 中国希望推动在一带路倡议与新方发展战略更好的对接 合理打造互联互通金融支撑三方合作等三大平台 继续推进陆海新通道的建设 此外李克强也提到在访问新加坡期间 两国将签署中心自由贸易协定升级协定书 大幅提高双方贸易便利化水平 中方也欢迎新加坡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 更好的实现共同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